嗨 大家好 我是Jasmine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是要你們分享我最近在淘寶買的一些耳環 其實我覺得淘寶是一個超級適合買耳環飾品的地方 第一是它選擇超級多 然後第二是它價錢比較便宜 所以我自己是還蠻常在淘寶上面買飾品的 那第一部耳環呢就是這個愛心的耳環 長得非常的可愛 那其實如果你們有看過我上一部介紹耳環的話 你們就會知道我之前有介紹過這個 它這樣戴起來呢這個愛心是算是怎麼講 平面自己耳朵的嘛 它是這樣子下來的 然後我之前就有講說我在找一種是穿過我的耳朵 可以是跟我的耳朵是垂直面的 那其實大家很可愛很多人有私訊我 然後我今天也剛收到一個回應說他們在下去想看到這個 反正呢我在淘寶就買了這個 然後它在一台這樣就是會垂直自己耳朵 就是愛心從耳朵貫穿出來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愛心的耳環是屬於比較可愛風的那一種 所以在戴這種耳環的時候我自己會搭配比較簡約的衣服 要不然是搭配比較中性 所以你穿個T恤 然後戴這個愛心的耳環看起來就會很酷 我覺得很酷啦很可愛 那要不然如果你想要穿的還是比較女性的話 我就會戴這種比較素的就是素色 就不會去打碎花或上面有很多圖騰的那一種 然後這間耳環它的店名叫做 Cheek Life 我會把所有耳環的連結都放在資訊欄 所以如果你們今天看到有喜歡的 或是你對那家店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去逛逛 好那第二間呢是AC Lily女神飯 然後這間耳環我就買了稍微多一點 那呢我們先從第一副介紹起這一副我超級愛 它是一個金色的兩個圈圈接片耳環 而且它這個圓圈的片是有做一些質地上的變化 那我自己是超級超級喜歡這副耳環 因為我很喜歡戴圈圈的耳環 不論是這樣子的穿越耳朵的圈還是平面的圈 那我自己覺得它是屬於簡約裡面又有點小巧思 而且我覺得這副耳環超級百搭 就是你不論是配禮服啊或是一般日常穿啊 或是比較中性化一點都OK 這一副真的是我就是進一批淘寶裡面最喜歡的耳環之一 我不確定還有沒有銀色 但因為我個人只要金跟銀色的話 通常都是選金色 因為我覺得看起來會有一種貴氣感嗎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就是喜歡金色啦 前一陣子很流行這種假的琥珀 然後做一個半圓的樣子 然後呢之前很流行這種是透明的嘛 然後我剛好看到這一副是乳白色 我就還覺得蠻特別的 我就買來試試看 事實上它也是蠻好看的 只是像這個我覺得沒有那麼白搭 但它搭在某一些衣服上的時候 其實也是很出色 而且因為我們亞洲人的頭髮是黑的嘛 所以搭這個白色的耳環啊 其實就會很跳脫 跳脫是什麼字啊 就是很突出啦 很跳出來的感覺 但我覺得這副耳環要小心戴 因為它是白色的 而且又是圈圈的關係 如果也不戴好 比較容易顯老氣 這樣 然後我覺得它的琥珀也做得蠻美的 而且它雖然看起來好像是很重的石頭 但它其實很輕 女生飯的最後一個耳環 是這個 貝殼的耳環 那其實這一個應該也蠻流行的 看到就是路上也蠻多人在賣這種耳環 然後淘寶上也非常多 但其實送來之後 我有一點點小小失望 不是太不好看 是我覺得它的圈圈有一點太小了 我希望再更浮誇一點點圈圈 因為畢竟它這個顏色就是很浮誇嘛 然後帶小小在那邊就有一點 尷尬的感覺 要大不大要小不小的 因為它是深色 所以一般應該說會融入我們頭髮 但因為它有那個偏光 所以就會在看不清楚之間 隱約感覺到 欸 你那邊好像有亮亮的什麼東西 的感覺 你們看到嗎 因為它有偏光 所以我覺得算是一個 打扮上的小巧思的感覺吧 下一間呢是紙房商店 但我看了我其實沒有買耳環 我只買了一個戒指 那這戒指其實也是很簡單一個戒指 它是這種很粗的 我是買來戴在實質這樣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你穿的比較女性化一點的時候 戴一種一個這樣粗粗很簡單的戒指 會綜合一下看起來酷一點的 我蠻喜歡戴實質戒指 然後再另外跟你們分享另外兩個戒指 也是我很常戴在實質 但是不是在淘寶買的 只是單純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除了這種粗粗的呢 我也喜歡戴這種細細的 我覺得細細的就是會讓你整個人是一個 有小細節小巧思的感覺 那這個粗粗就是一種風格的感覺 它就是很細很細的一個戒指 然後上面有一個小小的鑽 然後另一個呢 是我在東區買的 它也是細細的 可是它是有紋路的 變得像小小的蝴蝶間那種感覺 戒指我反而好像喜歡戴銀色的 我也不知道什麼 反正就是這樣 最後一間淘寶耳環店 然後這家店我超級喜歡 我之前稍微看了一下那個店鋪的介紹 應該是那個店鋪的老闆自己是一個設計師 然後他們家賣的耳環都跟別家不一樣 就是非常有設計感 第一個呢一樣是這種圈圈 金色圈圈的環 就跟你們說我超愛買圈圈 又超愛買金色 然後一樣它這個圈圈並不是平面的 是有一點凹凸不平的 這個白色是漆上去的 不是真的白色 本來就白色 所以這個石頭稍微沒有那麼有質感 因為你這樣近看是看得出 它不是真的本身白色的石頭 我覺得這兩個顏色配在一起非常好看 而且它這個白色不是純白 它是珠光白 所以很搭很搭金色 毛球風格的耳環 但其實這一顆毛球在路上是非常常見的 但是呢我沒有看過把牛仔 唉唷一直掉 我沒有看過把牛仔布跟石頭跟毛球搭在一起 它有另外一個是橘色款 其實我也超喜歡 但我覺得這個好像一副就夠了 所以我最後是選擇藍色的 那這個呢我就覺得它是蠻容易隱藏在你頭髮之中 所以呢 如果我戴的話 我會喜歡綁包包頭 那我今天先綁馬尾 這個只要你頭髮一眨起來 然後戴就會非常非常的可愛 這樣 我覺得橘色一定也很好看 重點是我覺得它這副設計的真的很好 把不同的元素加在一起 然後超搭 唉唷我剛剛是不是沒講這家店的店名啊 這家店叫做 塗綿然後artifact 超級推的一家店 最後一副是我這一家耳環買的 然後最最最最喜歡 其實這家耳環我都很喜歡 但這一副真的很特別 就是這個 我之前開箱直播的時候也超多人愛這一副 它這也是一個金色的耳環 但是它金邊的這個裡面呢 是做這種 是什麼綠啊 竹母綠嗎 就是那種寶石的感覺 你們看一下 然後它整個耳環是還蠻有重量的 所以呢 不會讓你覺得有這種塑膠感 雖然我覺得其實耳環只要做好幾 即便它拿起來很輕 你遠看是看不出來它是塑膠 但這一副是連你拿的手感都很好 就很有分量 我覺得有這種成熟美之性美的感覺嗎 自己講 那我今天介紹的耳環呢 其實他們的價錢都是很便宜 當然我不是說到那種雞便宜 什麼一個十塊錢台幣 當然不是這種 我覺得啦 以我們的今天來說是可以負擔 就可能以付是兩三百塊 而且以這種價錢 可以買到這種質感的耳環啊 我覺得已經沒有話可講了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在淘寶上面買飾品 有時候我那個臉分葉一開啊 真的是會逛不完的那一種 精挑細選才挑出這些耳環 但我現在還是有很多口袋名單想買 如果你們今天有看到喜歡的耳環 一定要留言告訴我你最喜歡哪一副 或是你被燒到哪一副你也要去買 還是你已經買了 或是你有沒有推薦哪些店家要讓我去逛 來分享給你們的 都可以留言跟我講 好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差不多到這邊 如果呢 你們也被我燒到的話 就趕快點資訊來連結 手刀衝去買 我自己覺得你們應該會很喜歡 最後還沒訂閱我頻道 也可以按下面的訂閱 然後記得幫我影片按個like 然後留言跟我分享你被燒到哪一塊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 呃 然後下去 然後給我 Back 你還有一個我等我 落ázTI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